《金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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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有沒有看到我的電話 有什麼不同 你的電話 你看看那項 換了項 這些是炭纖維物料 Carbon Fiber 又防撞 又防花 掉落地也不會爛 不過我嫌這個老實的 我這些比較可愛 有些公仔在這裡 那真是挺可愛的 這個漫畫都不錯 是一個很出名的設計師 是呀 是呀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10吋好 還是7吋好 你講了甚麼 我講的是買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10吋和7吋好一點 那視乎你喜歡大一點 還是適中一點 大一點 大一點 易體一點 平板電腦 大一點當然喜歡多一點 易體一點 7吋就好一點 會不會呢 你都喜歡大一點 是嗎 那視乎情況而定 如果你說 看看資料 7吋也舊看 如果你說玩遊戲 看電影 當然要10吋 我也還在選擇 不過其實 說實話 10吋這間公司 下個星期公佈要職 你說美國那間 嗯 沒錯 它的logo是一個水果來的 少了一口 沒錯 下個星期公佈業績 出業績沒錯 是的 那 它的股價都頗厲害 是的 十年人士真的不知道多少翻新 想起我剛入行時是科網易 其實那時這間 即是說那個水果牌的10吋 10吋水果牌的 其實它的股價那時表現無甚了 那時市場都很搞笑 衷情其實是甚麼呢 一些很虛幻 很虛無飄渺的事 就是想只要你的網站有些人看 有些所謂的判率 就是有人按 有些頁編 看了多少頁 已經可以去到天文數字的估值 當時想起很多科網公司在應運而生上市 其實你講十年前那時仍然是56K 56K你知不知我剛剛上網的時候 56K是大線 56K已經是很快的速度 撥號上網 所以當時有一間公司叫美國Online AOL 股價最高升到一百六十多元 我記得我第一次投資股票賺錢就是這隻股票 每個人都說要撥號上網 但十年後都沒有人撥號上網 現在都不同了 大家都用光纖寬頻 當然了 還要一千Mbps 我家都會用一百Mbps 至少會升級一千Mbps快點 記住要快點 不過其實你剛才講到歷史科網 現在十幾年 十一年 我做了一整十一年 真的糟了 被你知道了 不是 你的外表還好 算了 我想都是有一點反映現實 沒有 沒有 還有現在在這裡看 到底陸續續公佈業績 對我們的港股 因為好像很多科網股都公佈業績 IBM也是 蘋果也是 剛才提到蘋果 對我們的港股可能也有一點反映 其實挺有前瞻作用 是不是 說到近期一點 譬如說美國的NASDAQ 大家都說比較多科網企業在這裡上市 事實上很多 不說未必知道 很多內地的互聯網行業公司 或者科技行業公司 其實選擇了在美國的NASDAQ上市 其實要說很多 科網熱年代已經有的 例如新浪Sena 近期比較流行 因為它的微博 或者NetEase 即是網易 SOHO 很多內地的互聯網公司 無論是做所謂的入門網站 其他各式各樣的業務 其實都是美國上市很多年 都是成為市場焦點 近期來說 因為始終美國和內地 始終在知識產權和互聯網的發展 那個部分不同 變成了中國發展的時間 都很想有一些 就像美國那些獨當企業的行業 例如美國 搜尋器你一定想到Yahoo 之後 現在還超越了Google 內地也有百度 百度 Badu也是在NASDAQ上市的 近期Yoku 變相中國版的YouTube 亦都在美國上市 所以我覺得 因為美國的業績 比較公佈得密一點 香港半年才一次 美國那些三個月就一次 亦都快的 一月份已經踏入他們的業績 高步高峰期 早前你應該看了一些美股業績 是的 好像都不錯 是的 譬如美國的業績 如果業績不錯的話 預料美國的經濟復甦 都可以 大家都在說環球經濟 可能會越來越好 其實我想從兩個角度說 你剛剛看了美國的業績 絕對有前瞻性 譬如好像 美國女業的業績 它的業績更好 其實有一點 都意味著美國的製造業 是有一點復甦的苗頭 如果你說其他科技行業 我都看到他們很樂觀的業績 不說國別公司 我想最基本的大前提 就是受惠於美元的下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做很多生意 譬如說二國製商機 IBM 全世界都有業務 內地有業務 賺完這些我會回去唱美金 那些美金就貶值了 即是美元貶值 他們就賺多了錢 其實是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這些海外業務 又或者這樣 看回過去一兩年 好像IBM 甚至乎Apple 每一次公佈業績都令市場有驚喜 其實海外業務都幫了他們很多 其實你說Apple 好像剛才我都說 到底買什麼好呢 我其實都喜歡10吋 大一點好一點 還有現在其實看到它的產品 真的越來越推陳出身 就是由最初的 它只是一個做小型一點的 慢慢越來越新穎一點 或者越推越多 再講到真的遠一點 70年代講起 其實蘋果公司 和國際商業機器IBM 以至微軟之間 其實在無論是電腦硬件 還是電腦軟件當中 其實每一間公司 可能都有一段時間領先 但是往後也可能會被其他另外兩家公司 在其他範疇又追趕過 當然到現在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範疇 比如說國際商業機IBM 很明顯做一些企業用的產品 蘋果是一些很消費的產品 而微軟很明顯是軟件 當然其實我也會 看過去十一年 科網股發展的歷史 其實反映到一個事實 如果你的產品 比如服務是可以 是可以的 最終你一定會成功 否則 只有港幣股價 真的沒什麼用 想起 科網熱的時候 很多科網股都不見了 你剛才這麼說 我馬上想起 我剛才有提到的品牌 就是蘋果 是不是在科網熱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很厲害 那時候又不是大炒的一隻 你想想 我們香港有七隻叫做 納子七紅 是 介紹形式 我想你也未必知道 當時2000年 有七隻NASDAQ股份 來了香港作第二市場買賣 但是我看它整年 四三三一到四三三八的股份代號 沒有四三三四 我想都是跳一跳層 明白 二頭問題 但是這七隻股票 是完全沒有成交金額的 我想可能是因為 那個時差的問題 你想想 那隻股票來到香港 一天是高開 一天是低開 因為影響這隻股票的因素 會發生在美國的交易時段 人家都睡覺了 理論上 就算有這個Instagram 即是說 這個收市後的交易 after hours trading 股價也不會怎麼動 所以一回來 高開就站在那裡 所以就變成沒有什麼人參與 人家都寧願賣美國那些 況且這七隻股票 即是當年十年之前 那七隻是微軟 戴耳電腦 Amgen 安進 星巴克 加巴克等等 現在的焦點都不是 都是說你那個 十吋生產商 蘋果 又或者滾滾滾滾 那部手機生產商 那個 Blackberry的Research in Motion 又或者搜尋器的Google 我想這些反而就是 現在就是 2010年代的科網熱 裡面 比較有焦點的股份 嗯 都是的 然後我也想問一下 我們的投資倡 雖然我看到 賺了一點點錢 都OK的 都是微利的 我們有很長期的投資期 我們節目都有排行 沒錯 我們的目標就是 五年本金升一倍 這個難度就不太高 管理也好 因為每年大概有百分之 17至18的複息增長 應該達到這個目標 當然 如果剛才我們說 美國的業績也預期會不錯 是的 我只是想問一下 有沒有東西可以保持住 其實我都會相信 香港的科技類 以至到互聯網相關的股份 應該都會有個不錯的表現 事實上 近幾天都看到 有些趨勢出現了 可能大家都很憧憬 而接下來 美國的第四季業績 可能都會不錯 帶動科技股向上 所以都看到即時通訊 以至到內地網絡遊戲 最大的騰訊 這個藍籌股 升了很多 甚至乎一眾 商貿對商貿互聯網服務 比如說B2B的阿里巴巴 以至到做軟件 因為內地的政策 會扶持軟件業 軟件公司要金山 軟件又升上去 我都會覺得這些 其實都升了很多次 反而應該追一下落後 如果你這樣說 當中我們可以選一隻 是的 比如說你剛才說 你是10吋的平板電腦 和7吋的那個選擇 你又不知道 內地還有另一個尺寸 就是聯想 是嗎 聯想也有一部叫做Lockpad 不要幫人買廣告 明白了 總之也是平板電腦 他們也有一個類似的 手機 就是智能手機 我自己都會覺得 在內地方面 他們的市場佔有率 應該都會比較高 如果你說股價相對 比剛才我講的那幾個 已經熱炒了的板塊 譬如說互聯網 網絡遊戲 軟件那些板塊 我覺得聯想有點追逃 好 聯想一手2000股 我們現在的投資倉 大概還有六萬多元 下星期一開始買一手 OK 即是說買入價大概是五元 五元留下 希望我們都可以賺到錢 你即是買十吋那個 是的 決定的 大一點好一點 都是大一點好一點 喝完 除了 我們應該會表達 好